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Pokemon Go 精靈寶可夢Go 很多人抓了很多神奇寶貝 那個會不知道要留 要不留 要練不練 不知道自己的神奇寶貝強或是不強 那今天秋風就大概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這隻神奇寶貝抓到了 要不要練 要不要留 要賣 還是要做些什麼 那首先呢 要介紹的當然第一個就是 CP值 那個每一隻抓到每一隻寶可夢 上面都會 官方都會給你一個CP值 那每一隻寶可夢呢 有它不一樣的最大CP值 就是因為每一隻寶可夢有強弱之別嘛 那這邊呢 就是一到十名的寶可夢 那第一名 呃 抓不到 第二名是快龍 第三名抓不到 第四名抓不到 第五名抓不到 第六名是卡比克宋 第七名是豐樹狗 第八名是拉普拉斯 第九名抓不到 第十名 既然是耶彈樹 那十一名是水衣布 十二名是 哦 暴鯉龍 十三名是火衣布 十四名是噴火龍 哦 後面的我不想念了 大家自己看 後面我不想念了 這就是每一個寶可夢有它各種不同的基本能力 那 以快龍來講 它的基本攻擊能力就有250 基礎防禦力有212 基礎體力有182 那CP值怎麼來計算 CP值的計算方式就是這個 這是我在網路上找到的公式圖 這個是 我應該算是找了蠻多網頁 這個是 最清楚的 我認為最清楚的公式圖啦 可是 還是看起來這麼複雜 這個CP值公式呢 μLv 那它的平方分之十 乘上這一個叫做 嗯 攻擊力 這一大圈叫做防禦力 這個全部叫做體力 那 SP 表示基礎值 IV 就是IV值 就是我們所謂的IV值 個體值 IV值呢 最多可以加15 可以為你的神奇寶貝 加15的數值 什麼意思 以快龍為例 攻擊基礎值 250 IV值100 加15進去 所以就變265 比那個 IV值0 0%的快龍 多15的攻擊力 就15 所以100%跟0%差多少 攻擊力只差5% 你沒有聽錯 你沒有聽錯 攻擊力只差5% 所以你要斤斤計較 IV值嗎 你拿到一隻快龍 IV值很低的時候 你要萬坦說他 啊我這隻快龍 IV值好低喔 不需要 因為才差5%而已 才差5% 我用實際去算一下這個CP值公式 我實際去算一下 他 最大CP值 3500 那 如果是 IV值 0%的快龍呢 大概算起來也有破3000 差距不到500 所以 不需要太難過 不需要太難過 而且是 那個 最大上限值是 等級40的時候 你等級應該還沒有到40吧 20左右 如果20的話 大概砍半好不好 所以大概才差250CP而已欸 最強的快龍 和最爛的快龍 才差250CP 你有需要這麼careIV值嗎 所以IV值真的沒有你們想像中的 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覺得 招式可能都比IV值來得重要 那 玩到後期呢 我也不太算IV值了 因為覺得 沒有這麼重要了 所以就 不太愛算 因為 根本也不會練 你真的要想練的時候再算 就 也來得及啊 所以 不需要這麼careIV值 你看CP值高 你就拿去進化 拿去升級 因為你也不會練嘛 你就拿去升級 你真的想要培育一隻 很強的快龍的時候 你再去升 你再去算 都還來得及 講到現在呢 就會有人說 欸 那我的IV值到底要怎麼算 我就為大家算一下我這隻 呆咳嗽好了 因為我 也從來沒算過 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就來 截圖 來為大家算一下 那 計算方式呢 我是用這個app來算的 那 那 網路上有很多計算方式啊 那個雜七雜八 五花八門 那個 你只要輸入IV值計算 大概就可以找到一大堆 幫你算的 那我這邊就稍微算一下 抓了我的呆咳嗽的截圖 目前我的等級 22 他是呆咳嗽 等級 20.5 20.5怎麼看 可以看那個上面的鼓舞一圈 有沒有 我現在在 那顆點點在20.5的地方 那我的CP值 1390 體力 116 好了 計算 登登登 算出來 IV值 39% 登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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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 那算完之後 39% 你會想說 哇39% 好爛喔 秋風你 這隻呆咳嗽好爛喔 欸 他是我現在目前裡面 所有神奇寶貝裡面 CP 綜合戰力最高的一位 不用懷疑 派他出去打道館打不打得贏 可以 要不要派 當然要 而且還要常常敗 常常打 爽爽賺 是不是 不用那麼計較IV值到底好不好 因為 假設你不練這隻呆咳嗽 你根本就不需要care說 喔這隻好爛喔 那你就放著 他一樣是很強的戰力 那我在這邊為什麼一直強調說 IV值真的不是很重要 因為你即便拿到一隻IV值100 CP值不高的 呃 成龍拉普拉斯好了 你練得起嗎 你有心塵也沒糖果阿 你要怎麼練 所以CP值不高的 真的通通都不用練 完全不需要 因為心塵有限 糖果也有限 你說呆咳嗽還可以練 快龍還有機會練 你說拉普拉斯這種 很少見 什麼卡比獸很少見 要怎麼練 你能練幾次 唸個兩次三次 了不起了 你能練幾次 所以CP值高 真的就 在考慮拉 那個IV值真的 就看看了拉 那我剛剛呢 說到影響 呃 神奇寶貝寶可夢的強度 不只有IV值嘛 還有招式 那招式呢也可以 也可以查得到 而且招式比IV值更好查 假設我這隻呆咳嗽 我的招式就是在下面 欸 就是他有兩招 第一招叫做快攻快速技能 第二招叫做主要技能 就是要存那個 一格兩格 存滿之後可以放大招 我們俗稱大招和普招 嗯 技能的話呢 我這一隻的 嗯 DPS 大概是十 十二左右 第一招大概是十二左右 我剛才查到的 那 下面這一招呢 呃 大概是DPS大概十八左右 嗯 算是 不算是最強的拉 那還可以 大家可以 可以看著用 而且每一個招式也有不同的屬性 大家可以 參考一下 那你說招式不強就不要嗎 不要拉 你好不容易收服一隻快龍 你會捨得把它賣掉 你收服第二隻快龍的時候 然後再去考慮這些問題 那個我們今天就介紹就到這裡了啦 所以結論就是 CP值低的 全部都拿去做基金 好不好 你有第二隻以上的寶可夢 同一種種類 你有第二隻以上 你就可以拿去做基金了 就留一隻CP值高的 那高到什麼境界 高到你覺得我想練他的境界的時候 再去算IV值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下集再會囉 掰掰